歡迎回來新聞大白話 警戒疫情特別報導 我們來看陳時中是不是 用精美的圖卡來播 柯文哲的社局說 因為這一兩天 這個社局說當然是強烈的發酵 因為柯文哲說 他到了環南市場那邊發現 怎麼手板也準備好了 然後這個時間 也是這個中央通知他們的 因為原本是說 要在這個萬華的區公所來開會 但是這樣的社局說 像中央是講說 不可能他們還拿出相關的時間去 鉅細迷移 我絕對絕對是肯定說 這個中央鉅細迷移的記錄能力 因為他幾分幾秒 沒有到幾秒 幾分鐘誰打給誰 一通兩通什麼 記錄得非常的詳細 所以很多的網友就說 這個中央真的是非常的棒 做會議記錄一級棒 那請問3加11的會議記錄在哪裡 怎麼會雙重標準 為什麼現在指揮中心對於這一個 社局說可以有這麼詳盡的記錄 可是對於3加11的記錄 當初好像是說遺失了 怎麼會這樣子雙重標準 明明這麼強大的能力 但是3加11就是找不出來 甚至是說這個陳時中 還拿出會議記錄 來打臉柯文哲說 在四日的時候曾經視訊 這講的是到柯文哲講說 唐鳳這個疫苗系統 詢問過很多縣市 可是怎麼沒有問台北市 他說沒有 有記錄 這個是你們還有視訊過的 所以也是拿出來打臉 但是網友們就是要回顧一下 來追究一下 那請問3加11記錄在哪裡 陳時中在6月10號的時候 就說沒有 然後6月11號在問的時候 不要一直污蔑 那這個元凶是誰呢 在7月7號的時候 陳時中講說 我實在沒有辦法回憶 每一個記錄 每一件會議 那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為什麼3加11就是會消失呢 現在就連這個韋解封 我們剛剛討論了半天 韋解封的規定 那麼多的bug 那麼多奇怪矛盾的地方 那到底韋解封有沒有會議記錄 到底是哪些專家參與了會議 去做下這些決定了呢 這些也是讓大家想不透 是不是可以同樣的標準 我們來問一下洪安 其實這個3加11的會議記錄 現在大家已經完全就知道 其實完全被蓋牌了 就是根本就是不承認 有開過這個會了 那就算說 他今天做成這個決策 看起來做決策的過程 也沒有公衛專家的參與 來做這個決定 那就可以看到是說 其實有很多的事情 可能在這個決策上面 並不如我們所想像的公務人員 他們都會很謹慎的 在每一個會議裡面 把會議記錄都做好 但是看起來這個決策就是啪的 可能大家聊個天就過了 難道是真的是這樣嗎 現在也找不到這個證據了 那我們今天看到這個問題很有趣 因為柯文哲市長 他是在這個趙化光先生的專訪中 他特別提到說 就是今天感覺是 這個是被涉及的 那其實你回到他 這一個狀態來說 當然現在兩邊都開始搬出 這個會議記錄或時序圖 來去澄清說到底還原現場 到底狀況是什麼樣 但是你看今天指揮中心說明的 這個相關時序來說的話 確實是相當的清楚 那我們也期待就是說 當然期待說三加十一 如果你也有一個這種時序圖 關閃誰在什麼時間點 講了什麼話做了什麼事 那這樣全民的疑慮 是不是可以消除 我相信全民都會很期待 三加十一有這麼完整的時序 不好意思就是沒有 好那我們先不要再講三加十一 那我們回來看一下 今天在講這個記者會的時序圖的時候 其實我很想要問一個問題是 今天我們期待中央來到 要跟地方政府一起來到環南市場 我們期待的是什麼 我們在現場 不管是這個自治會一偏多個攤商 或者是我們民眾看到環南市場 現在目前的問題 大家期待的一定是中央地方 來開什麼 工作會議 怎麼去做協調跟分工 中央地方應該是中央政府 要聆聽地方政府 在目前環南市場 他們所蒐集到的狀況 聆聽第一線攤商人員 他們的心聲 那同時中央也要來做一些協助 跟經驗的分享 甚至在資源上如何調度整合 這才是大家想看到的 但是如果今天你看到 他這邊的時序圖來看的話 其實聽起來就是中央 他在做的是記者會相關的準備 記者會圖卡 甚至經濟部長王美化到那邊去 我也不知道是為什麼 因為看起來他也沒有特別的角色 在那件事情上 那這時間的情況來講的話 其實為什麼後來看到會長 有這麼大反應 其實你看到他的這個setting 就會知道說 他們看起來不是來開一個工作協調的會議 他其實來開的是大家排排站 然後也不管這個有沒有群聚 當場現場已經環南市場 大家已經知道 其實這個有些爆發了 微爆發 好 那你又叫了一些媒體來 那現場不是就是一個群聚嗎 那結果今天官員排排站 立委這樣嗆 然後記者在那邊群聚 這個事情好像沒有解決到 真的他們想要做的是 中央地方攜手合作 來幫他們解決問題 所以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 民眾的一個怒氣的反應 其實我覺得也是很自然而然的 對啊 其實對於這個微解封 剛剛大家在講說 微解封到底是什麼呢 是不是也有一些會議記錄呢 特別是說微解封又不開這個幼兒園 現在家長氣炸了 但陳時中他是有一些回應 他是說這個特殊情況可以開 詳細內容在這邊 他就說現在可以根據一些什麼 因為小朋友的家長在社會上擔任比較 不可或缺的角色 所以他們是可以依照情況來開 但是原則上是不開 大家就覺得有點像是剛剛聽完 這個什麼藍天白雲 什麼藍天綠地都很好這樣子 就聽完之後 姆莎莎講說陳時中 你現在回答問題已經高到一種程度 因為在網路上有流傳一個段子 就是毛澤東的兒子 毛興宇 他又講了三分鐘的話 然後人家的標題是講說 就是講三分鐘怎麼樣講三分鐘都講不出重點 但是又感覺你好像有講話 難道他也得到這樣子的尊傳嗎 其實陳時中一直都是這樣子 尤其在指揮中心記者會裡面 我常聽他講好半天聚精會神 然後聽到最後說 那你就講一句話的重點而已 你給我講三分鐘 但沒關係 他習慣這樣子就給他習慣 但我要講這個是很離譜的 其實陳時中今天這樣回覆 非常的離譜 因為什麼叫做小朋友的家長 在社會上擔任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就可以讓他的幼兒園開 這不是擺明特權嗎 如果你今天是什麼總統的小孩 某官員的小孩 是不是所謂社會上不可或缺的角色 他的幼兒園就可以開 我們一般市井小民 攤販 普通人 我們也有很多帶小孩的需求 很累了 我們需要去工作 想要把小孩送去幼兒園 那他就不能開 這跟打疫苗一樣 就說什麼維持社會必須的 什麼運作什麼的 另外的那種疫苗第二類的2.0 所以我覺得這個說法 反而是開了一扇後門 你知道嗎 這更讓我覺得說 是不是有一些特殊的人 會去跟他請託 他要為了回應那些人 所以會幫他們開一些橋門 否則的話 我沒有道理想得到說 你可以不以整體的政策 整體的民眾做考量 還要給人家開特例 這有什麼好開特例 所有的家長都會碰到 同樣的事情 小孩子要去上學 然後這個幼兒園沒有開 所以他們要帶小孩 又要工作很辛苦 這是一件會發生特例的事情嗎 這是多數的家長 都會碰到的難題 大家今天跟你抱怨 結果你回他的是說 如果你這個家長 你在社會上 我來評斷你很特殊 不可或缺 你們叫小孩子 那幼兒園就幫你開 受教權不是這樣子用的 所以家長還要分高低了 這種感覺 所以我覺得這個說法 比他本來沒有講還要離譜 你去講說因為可能防疫 因為怕小孩子如果感染 家長你也會擔心等等 你去講這些理由 雖然不是每個人都買單 但他至少有邏輯有道理 但是你直接去把這種 幾乎是特權的說法 拿到指揮中心 記者會上面來講 荒謬至極 所以什麼叫原則上是不開 你基本上你就是都不能開 你這樣才公平 你不要連說一般的家長 連幼兒園有沒有開 都要看裡面有沒有特殊人士 台灣的國民需要悲屈 委屈求全到 期待自己的幼兒園裡面 有一個家長是所謂 你政府認定的有利人士嗎 對 不可或缺的角色 要到這個地步嗎 我們政府要做到這樣嗎 所以我覺得這個回答 是非常離譜的 對啊 其實前一陣子 在疫苗事情的時候 很多人就出來說 我才知道我原來這麼不重要 我這麼沒有辦法 甚至像什麼新美姐 都還在臉書上面po說 真的是我不成才這樣子 所以現在好像有一種 翻版的感覺 現在家長你要看 你有沒有這個 不可或缺的重要性 那如果我的小朋友 不能夠去上課的話 家長還要跟小孩道歉說 不好意思 爸爸媽媽不夠力 在這個社會上 沒有那麼不可或缺 很多人都可以取代我 變成這個樣子 洪安 這句話我是覺得 其實我們為什麼有時候在那個 就是我們疫苗接種優先順序 那個類別裡面 有些就是網友 其實他們也會都調侃說 這個被解壓縮或什麼的 因為你知道第二類跟第七類 它的定義 第二類叫做 比如說防疫的公務人員 那這個防疫公務人員裡面 就解壓縮的時候發現 丁一民就在裡面了 那第七類是我們這個 維持這個社會運作 必要的運作 或者是國家安全的人員 所以你會發現他用的詞 都是相對來講是需要被細部的去定義 那包含像這個什麼叫做 小朋友的家長在社會上 是不可或缺的角色 這也一樣是一個 很難被定義的這個形容詞 所以這形容詞之下 大家就當然不免會覺得說 那這樣子不是代表說 可能這個就是有一些族群 可能就特別會受到 被受到照顧 或者是說可能跟這個 執政黨政府比較友好的話 會不會就比較容易被定義為 是不可或缺 或者是必要運作等等 那在這件事情上 我說真的 我還是老話一句 就是我們現在臺灣的疫苗到貨 真的是換寡 然後又換不均 就是你今天如果人人都有 其實說真的 大家也不用現在搶破頭 現在好像我要擠到這個類別 你知道我們立法院 常常都受到陳情 有一種族群 他可能在疫苗接種的優先順序裡面 被弱掉了 那這時候他們可能就會打電話 立法院說他們希望 因為他們覺得他們也是很重要 非常需要疫苗的一群族群 有些可能是弱勢 有些可能是生病 他們希望被加入到這個疫苗優先 接種的順序 但是你加進去之後 表示說另外一個族群的疫苗 可能量又會被剝奪了 所以這件事情在這個分配上面 就變得很重要 那在這實情形下一樣 小朋友家長在社會上擔任 比較不可或缺角色 我告訴你 如果他真的用了這個條款 真的讓某一些的幼兒園 真的拖嬰中心 他真的開放了 我告訴你 那一件事情才真的是 是讓大家會有相對剝奪感 非常嚴重的時候 所以我覺得今天我們的政府單位 尤其像是教育部 教育部剛巧欣說了一句話 教育應該是什麼 貧權 我們今天不應該 因為他的貧富歸間 因為他的地區不同 有的偏鄉 有的城市 他在教育的受教權 應該是均等的 這是我們在教育現場人員 一定都會注意的 這個教育原則 你今天講出的這句話 本身就已經規範了 這樣子的一個原則 對啊 不是說同島移民嗎 怎麼在很多的節骨炎 不論是疫苗 不論是這種拖嬰 都會分高低 都要分特權 這讓大家非常不懂